朗儿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 什么人如此大胆将你捆起来了 你折身伤势是怎么来的 老天爷呀 殿下 您 您这是怎么了 伤得重不重啊 顺天府衙们是干什么吃的 竟然连殿下的安全都保证不了 这顺天府衣都该拉出去直接给砍头 来人 立即穿职 顺天府衣好劲 保护太子不利 立即搁置 压入天牢 等候处置 父皇 此事与郝大人无关 如今郝大人正在顺天府衙审问相关嫌犯 儿臣有要事 起坐父皇 儿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绑架劫持你 父皇 儿臣不过是受了些皮外伤 算不得什么 还请陛下立即命人敲响警囊中 找及朝臣议事 儿臣要在大殿之上 仓河内阁大学士陈衍 以及公布侍郎王中 儿臣微服出血 在大德号被人殴打 甚至直接捆绑 送去了顺天府衙们 大德号 来人哪 立即捉起一位查抄大德号 一个人都不许发过 全部押入天牢 父皇 一个小小的大德号而已 他背后的东主户部商书 大学士陈衍 方才是罪魁祸首 陈衍借助大学士的权利 将官营给了大德号和南志号 搜刮明史明告 父皇若是不将如此度冲铲除 大明帝国还能有什么前途 陈衍 父皇 这大德号与南志号 都是走了陈衍的门路 获得了官准经营的 不许民间百姓 私自制作口罩 而且还将口罩卖到了 二两银子一包 二两银子呀 好 好的很 来人 壮将请杨中 召众臣商业国事 按照太子提供的名单 连夜给朕查封 所有的仇段不匹上号 等候处置 反而 明日随朕上朝 真要亲自处置 陈衍这个败类 周延如 朕问你 如今京城 景况如何 呃 启奏皇上 如今京城首要事事 便是蜀疫啊 近月以来 太子殿下统领各个衙门 全力平复蜀疫情 医治病患多达十万人啊 同时呢 因为口罩烈酒 以及石灰等方略 见此展开 经济以待 每日增加的蜀疫患者 已经大大的减少了 同时呢 因为一公带阵 京城十余万难民 因此得以救济 此事全来太子之功啊 太子年少有为 实在是大宁之福啊 是吗 朕还以为太子出宫 是荒于嬉戏 不务正义 耽误了军国大事呢 皇臣 将太子带上殿来 陛下 太子连日来为国操劳 平易疫情 呕心立血 京城百姓 无不感恩戴德 此乃是齐勋啊 不知道皇上 因何将太子捆住 而且还动用刑罚 太子可不仅仅是您的儿子 还是整个大宁的太子啊 臣请皇上 为臣解惑 你们现在让朕给你们解惑 朕还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谁来给朕解惑 到底太子是坐监放科了 还是师父谋逆了 到底是谁将太子给捆绑起来 交付有私衙门的 到底是谁殴打劫持的太子 你们谁来给朕解释一下 天里何在啊 皇上 臣等罪该万死啊 皇上 臣等死罪 臣等罪该万死啊 朕不要你们万死 朕只要解释 你们一个个都说太子有功于国 为什么还有人胆敢将太子给挟持捆绑 甚至殴打送去有私衙门 朕只想知道 是谁给你们这个胆子 竟然连太子都敢下践 明日是不是连朕都要被你们关入迁牢 或者被你们给推到菜市口 皇上恕罪 臣等万死 臣等为时不知啊 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太子被绑 也不知道太子究竟是被什么逆臣乱贼给绑的呀 好 你们都不知道 好得很 那今日 朕就来亲自查个清楚 无论是谁 牵涉到死案中 你们知道下场 顺天府 好近 最臣在 就从你开始 太子出宫 就在顺天府衙门斩 你来说一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起足陛下 就在昨日 太子殿下听闻京城 有官商勾结 借助鼠义肆虐 口罩烈酒齐绝 四亿哄抬物价盘剥百姓 实在是最大恶极 事宜 太子亲自微服出巡 就在 就在古罗东大街的大德号查访之时 被大德号掌柜 以及管事驱动恶努殴打 并且捆绑牛送之 顺天府衙 官商勾结 好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臣已将主犯 杜掌柜 以及管事两人 恶努十余人 近期抓捕审问 据杜掌柜交代 大德号与南浙号两家商号 占据着京城八成以上的 绸缎不匹生意 太子殿下请旨 京畿官员 以及有私衙门 所需口罩 由经贸局 私染局制作供应 京畿百姓所需口罩 由京畿绸缎不匹商号制造供应 民间百姓 多由以仿制为业者 也可以自行缝制 可是大德号与南浙号 勾结相关官员 将口罩纳入官营 只需大德号与南浙号制作 统一售卖 以此谋取暴力 官营 谋取暴力 好姐 你可有证据啊 由账目为证